我们没有世界第一个普兰会 正在十月七号在中心新春来展开 今年世界第一个普兰会 是用绿野先中的主题 当中会使用无间国家的料理方式 来制作的料理 并邀请韩国、日本、俄罗斯和波斯 等世界各国来进行第一个文化表演 我等会说是非常精彩 结合不一样国家的文化 立空一千年南岛世界第二个普兰会 早月初次开始在中心新春来展开 年少年的精彩活动 这次又在北压车 来自伊朗第二个压车 来到现状来展示英国家的文化 为这次第二个普兰会担来一大电视 我为什么这个车也过来 波斯红车过来台湾 我要分享全部的台湾人 大家一起喝我们的波斯红茶 非常甘甜的 没有任何什么东西 今天的日本人会以日的先中为主题 有很多人期待成林茶会已经担的以外 这次两地的料理也有 对西方的料理来咖哩台湾来煮 甚至还有茶配四餐的吃法 让大家对台湾的影响大大来改变 我们用的这次的主题是用的意大利的 那意大利里面的元素的食材就会有橄榄油 还有橄榄香醋以及起司 还有火腿 那我们用的这茶当中呢 里面结合的一些料理就是来自预待食材 那吃起来就会有的 有时候有味道会壮几次 因为台北关注人民筋 也要求大家就出品隔壁来到台湾南会做会来喝茶 就在10月7号到15号要非常风动的展示 九天的时间 那么我们欢迎全国的民众 在这个九天的都能够来我们南投县 平常全国最好的茶就是在南投 这次离空一千年的世界第二波南会 是比较以前竟然的性大到精彩 今年也将我当现场 删到中心新穿的中心火腿头前 希望提供竟然和熟悉的环境 来让民众省了欢喜 接下来演算彩虹报道